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到咱们会员专享节目时间了 大家好,袁腾飞彻底消失,永远消失了 以后再也见不到袁腾飞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2023年7月份时,袁腾飞的YouTube官方频道连续近三周没有更新 粉丝们纷纷猜测是不是袁腾飞又出事了 果然,大约7月21日时,YouTube与袁腾飞官方频道突然改成了Liviano Club 袁腾飞的相片和名字消失了 随后,该频道又更新了几期节目 但节目中已经没有了袁腾飞本人的图像和声音 只有一个长相类似于袁腾飞的卡通人物,并伴有电脑AR的配音 但在西南山区,想要中央直接委派官员可就太难了 新节目的标题中也用原色取代了以前的袁腾飞三个字 也就是说,袁腾飞再也不会出现在他的频道里了 这次是被彻底封杀干净了 以前袁腾飞只是在国内被封杀,在国外没事 而这次则是国内国外都被封杀干净了 我们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永远都见不到了 那么,都这么多年过去了,从2008年到今天已经整整15年都过去了 我党为何还念念不忘,还要收拾袁腾飞呢? 经研究发现,原来,7月14日,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习近平对会议做了重要指示 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7月14日至15日在京召开 并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要加强网上正面宣传引导,防范网络意识形态风险 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坚持党管互联网,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指出 坚持党管互联网,坚持走中国特色智网之道 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敢于斗争亮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袁腾飞就被亮剑了 也就是说,我党认为网络上的反动言论会危及共产党的统治 所以必须对网络严加管控 而袁腾飞15年前,那些反党、骂毛的讲课视频 曾经在网上流传甚广,影响极大 启发了一批又一批的人,估计有上一人受到影响 这些人成了袁腾飞的基础粉丝,都是坚定的反共分子 这么多誓死反对共产党的人都聚集在袁腾飞旗下 袁腾飞俨然已经成了潜在的反共领袖 虽然后来袁腾飞在国内被封杀,只剩下了YouTube频道 但袁腾飞的坚定的追随者们并没有离去 而是一直追到了YouTube上 只要袁腾飞还在,其挥下大量的死中的反党分子就不会散去 我党自然会很害怕 因此,只有把袁腾飞灭掉,树到狐孙散 其挥下那几千万誓死反共的人才会散去 所以,我党才会把袁腾飞的YouTube频道灭掉 这样一来,没有了袁腾飞,大家都就散了 我党也就放心了 滚滚长江都是水,十五年了 整整十五年了,袁腾飞终于和大家永远说再见了 以后再也见不到袁老师了 回顾当年,袁腾飞2008年横空出世 火爆全国,席卷中华大地 后来,先后被整肃了四次 眼睛都被打残了 前几次都能化险为夷 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脱时代的枷锁 袁腾飞最终的结局,竟然是变成了一个卡通人物 真让人唏嘘不已 若干年后,当有人刷到这样一个卡通人物的时候 还有谁会知道,这个卡通人物的背后 隐藏着一段多么曲折离奇的故事啊 还有谁会知道,这个戴着眼镜的卡通人物的背后 就是那个反党,骂毛,启迪人心的袁腾飞老师啊 我知道他死了,我得仰天大笑 没有自然灾害,完全就是人灾,就是毛灾 小爷没事炒鸡蛋玩,美国飞机一看这冒烟了 光一炸,小爷变成挂炉烤鸭了 幸亏小爷挂炉烤鸭了 那个纪念堂是什么,是晋国神社 里边供奉的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跪子手 你看是什么态度看呢 这他妈玩意儿是假的吧 你这种态度对了 这种态度对了 假的吧 假的